龙皇祭祀 我用力弟子原子姨为新的龙皇 谁有异议 外界龙皇 丁 隐藏任务完成 奖励宿主成态境界 恢复至圣人境 法宝碧血斩龙剑 以收入背包 你似乎有意见 岂敢 由您的弟子统领 定能再带龙族傲然于修真剑 不幸福可福 是吗 那就扶下他 这是 此乃心骨 若你有背叛之心 骨毒即刻发作 你身份地位都正合适 从此以后 好好辅佐龙皇 身上没有现成的骨丹 随便拿个炼铁丹糊弄一下 反正没人会怀疑云叶的话是假的 龙在天跑了 龙国死了 这是个表忠心的机会啊 我 不吃给我 我愿为云帝效劳 赴汤桃火 再次我不辞 不是吧 龙丧彪玩这么大 我把你当兄弟 你给我耍心一眼 这样岂不显得我跟老白很呆啊 请云帝再赐我一枚 请云帝也赐我等一枚 我们也想辅佐龙皇大人 好 尔等要多少 有多少 哇 这是什么 看不出云帝这么 自信啊 竟在山府处 为自己塑了一尊巨神金像 我们出门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呢 一定是高傲小鹿联手捣鼓出来的 太羞耻了 什么自恋狂会在家门口给自己建神像啊 师父这可就冤枉我们了 这座金像是哪批得了黑半衣的伞修送来的 为了纪念师父的恩德 还特意请了武相大师为其开过光 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会给师父建一个更雄伟 更威武的 还要做个小的 随身供着 呵呵 呵呵 大可不必 这几位便是云帝的其余弟子 果然都是人中龙凤 天资卓越 更何况 他们已经分别是药王谷 及神之谷的当家人 药王谷现在升势鼎 神之谷据说接收了太虚授誉的全部资源 举起之势势不可逃 再有云帝的绝对实力作战 龙族与这样的实力合作 只有好处 等等 莫非龙丧彪早已想到这点 所以才抢着头城 他岂是这么聪明了 呵呵 以后我也要给自己建一个这样的神像 简直太帅了 哎 高估你了 恭迎云帝回莲花峰 参见前辈 竟是半神镜大脑 与隐性不辱命 太虚不服之人 以全数镇压 干得不错 起来吧 是 拿半神镜当下手 这 好嚣张啊 以后我也要找一个半神镜的手下 甩爆了 怎么不见路问生 嘿嘿 清云圣玉 星月圣玉 今日老师送了赎金过来 他正忙着清点明路呢 啊 咻 九幽魔珠 星辰之恋 龙灵护甲 啊 呃 丙 丙前辈 追索一传信 换你速归 是因为在接手 太虚圣玉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封 新月掌门 写给太虚掌门的信 哦 信中说了什么 上古第一大宗 昆蓝门的秘境 即将在北冥出世 信中要八大圣玉掌全人 结成同盟 一同前往 瓜分这份机缘 昆蓝吗 据记载 这走族门鼎盛时的势力 是强大 就算现在的八大圣羽 联合起来 都望尘莫及 巅峰时期 更是拥有十位半神长老 但是消失的却十分突然 这样一个旁人大物 由于逆境出世